这个男人居然意外怀孕 从一个对怀孕者冷漠不屑的自私男 再到亲自怀孕产下孩子的孕妇 慧山通过这场独特的孕期体验 深刻感受到了怀孕这件事带来的麻烦与不安 慧山是个满脸胡渣 看起来就充满男性荷尔蒙的都市精英 他做事向来滴水不漏 认为只要做好预测和准备 不管是工作还是爱情都能信手拈来 这天下班之后 上司邀请三个部门的核心成员悄悄举猜 其中一名奶爸不好意思的中途退场 过来回家照顾年幼的孩子 这一退场直接让他失去了上司给出机会 负责人的人选便落在了慧山和同事身上 虽然对怀孕生子十分忌惑 但是慧山依然游离于各个女伴身边 这天他刚和女友之音亚绩亲热完毕 电视上就播出关于男性孕妇的消息 这个情况自从在美国首次发生后 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案例 慧山看着电视想起同事奶爸的行为 耻之以鼻 因为在他心里 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像奶爸这样 会为了孩子而放弃到手的工作机会 可刚说完 慧山就感到一阵恶心 他没有多心还以为是自己喝多了 谁知在第二天晚上 公司为他举办的生日聚会上 慧山仍旧时不时地感到一阵反胃 更严重的是第三天 慧山在开会时 明显感到天旋地转 打吐一场之后 他终于来到医院就医 医生和护士对慧山进行详细检查 居然得出慧山已经怀孕的消息 看着B超屏幕上的婴儿雏形 慧山的脑子像火山一般炸开 他不相信医生的话 在药店购买了烟瘀纸回家 但现实很残酷 试纸上显示 慧山确实成了一名孕妇 怀孕让慧山感到自己的世界正在濒临崩溃 因为身体的不帅 他整日精神颓废 胸前时不时发生的漏奶 也让慧山无比干大 巧的是 他的体验获得上司赏识 得到了那个难得的机会 为了前途 慧山来到医院准备拿掉孩子 医生爽快地为他定下日期 但在此之前 需要慧山签署一份 包含配偶签字的同意书 这可难倒慧山了 还有很多女友 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哪个 但还好他是个习惯预测合作准备的人 和每个女友过一的信息 都有记在日程表上 按照怀孕周期颓算 这个孩子属于亚绩 慧山立刻给亚绩发去见面信息 却被他以工作繁忙而拒绝 没办法 慧山只好下班后亲自过去一趟 可当他在休息时间 偷偷查看怀孕小知识时 却被上司无意中判见 夜晚慧山来到亚绩家中 告知对方自己怀孕的消息 并拿出那份同意书 让亚绩签上名字 亚绩把慧山的事告诉好友之后 好友开心地恭喜他 能有一个男人为他吃下怀孕的苦 怎么想都是美式一桩 好友的话让亚绩心中纠结 他其实希望慧山能为自己生下这个孩子 因为他患有疾病 很可能无法生育 但亚绩说出这个想法之后 慧山却显得十分生气 受苦和承担风险的人都是他 而亚绩居然还想让他生下孩子 真是像极烂渣男口吻 亚绩不再说话 乖乖在同意书上签名 慧山得到签字之后 立刻赶回公司 却发现自己的负责人位置已经一拙 慧山还想为自己争取 但上次不客气地指出他最近的颓势 就这样 怀孕让慧山从重心捧月的负责人 彻底沦为了打砸小弟 成为公司打砸之后 慧山忍受着同事的遗址气势 还有身体出现的怀孕反应 心理和身体都遭受了煎熬 他催促医生尽快安排手术 最快的日期就在下周 慧山特递个上司请假一周 上司立刻同意 反正他只是一个闲人 随便找个人替代他的工作就行 在办理手术流程时 慧山遇见了一个光头大叔 他也是个孕妇 两人觉得颇有缘分 相约一起来到酒馆喝酒 和慧山不同 大叔十分期待孩子降临 还提前加工了许多大马服装 为了怀孕后期做准备 看着大叔兴高采烈地和自己分享 慧山连忙打断 不好意思地说着 其实他在考虑拿掉孩子 因为怀孕这种事太影响工作 而且身为男人 慧山在生理上也无法接受那些妊娠反应 大叔对他表示理解 因为在怀孕初期他也有这种想法 但最后还是考虑到妻子的辛苦 他才同意生下孩子 夜晚慧山送喝酒的大叔回家 看着他的妻子和孩子 都满怀幸福地期待新生儿的降临 慧山心中也有一丝触动 隔日公司在与甲方进行运气主题的企划交接 由于同事的各项创意都十分普通 让甲方感到不满 这时坐在角落的慧山灵机一栋 提出可以用男性育夫为话题 这个想法果然有心意 但甲方觉得肯定找不到模特 此时慧山站起来 宣布自己已经怀孕的消息 他愿意成为这次企划的模特 话刚落音会议室都沸腾了起来 甲方立刻拍案同意 上次态度也发生180度大转弯 慧山利用怀孕这件事 再次重获了公司的重心 当他告诉亚绩自己准备生下孩子时 亚绩显得很开心 愿意和慧山在不结婚的情况下 一起抚养孩子 慧山还打电话告诉妈妈 妈妈却满心顾虑 告诉他生孩子并非一世 但此时怀孕已经和事业捆绑 慧山管不了那么多 他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 隔日慧山拍摄了孕妇的广告 当他的照片挂上街头时 路人全都十分好奇 纷纷拍下这个孕妇的模样 成为孕妇模特的慧山 一夜爆红 成为各大节目的座上宾 还有人专门为他写了书籍 慧山的身边再次被人群环绕 只不过这一回 他隐隐感到一丝不舒服 人们欢迎他 更多是因为好奇心 过去慧山交往过的女友 也因为他怀孕的事 感到生理上的不顺 纷纷远离 直到这时 慧山才感觉到 原来自己从来都没有真正交心的朋友 他只能找到同命相连的大叔 诉说心事 由这件事产生了启发 慧山想要创立一套 供孕妇们聚集的网络沙龙 让他们能交流经验 另一边 身为撰稿人的亚绩 也想通过慧山引发的热潮 写一篇关于科普男性孕妇的文章 但是好友却劝他 不如拍一个 记录慧山怀孕生活的连载 这样既有噱头又能赚钱 身边有这么一个爆火的流量 没理由不接东风 而慧山开始在电视上抛头露面 极力宣传自己创建的孕妇沙龙 还举办了第一次线下见面会 这下曾在全国各地的孕妇们 终于找到了组织 他们交流着各自的经验 受到其他孕妇们的感染 慧山越来越希望能和亚绩结婚 组成一个家庭 但亚绩是个不魂主义者 决定晚些再讨论这件事 此时慧山接到大叔妻子电话 由于子宫产生了病变 大叔的孩子很可能无法生下来 慧山立刻赶去医院 坐在大厅里 妻子流着眼泪 坦白自己心中反而庆幸 大叔无法生下孩子 因为爸爸是孕妇 他们的儿子在学校受到了欺负 同学们都嘲笑 他有个恶心的怀孕爸爸 妻子本人也备受白眼 小众的孕妇家庭仍然不能受到社会的接受与尊重 因为妻子的话 亚绩对两人未来的孩子产生了担忧 认为出生在这种家庭注定是他的不幸 但慧山却充满勇气 觉得家人的力量不可小觑 他会努力守护好孩子 两人对家庭的观念分歧巨大 谈话不慌而散 亚绩对于家庭的失望并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来源于他和父亲的关系 这天他回到家乡 参加亲妹妹的婚礼 其实妹妹的请贴早就送到亚绩手中 但他却迟迟没有给出祝福和回应 因为亚绩不想回家面对父亲 他是个古板而老旧的人 总是贬低亚绩 对他的事业不屑一过 反而觉得他比妹妹还迟结婚 应该感到羞耻 坐在热闹的婚礼现场 亚绩却如坐针毡 另一边在公司会议室 上司和同事私自决定 要近距离拍摄慧山的产前情况和产后 与孩子的相处细节 作为纪录片内容 慧山对此十分生气 且不说他们从未问过自己的意见 慧山也不想把如此私人的事公之于众 但他的怀孕已经和公司利益滚绑 慧山只好向上司提交辞呈 以此展示自己不愿妥协的决心 上司自然不愿意放走慧山 还叫住宿公司高层来说服慧山 在社长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之后 慧山因为这份肯定感动姑气 答应继续留下来工作 妹妹的婚礼结束后 亚绩在家中小住 这天参加同学会之前 父母再次劝他趁早结婚 过上踏实的日子 父亲更是认为 不婚主义的亚绩十分丢人现眼 乡下和东京的观念果然差异巨大 同学会上 大家讨论其火热的孕妇话题 字里行间都充斥着 对怀孕男性的嫌恶 还有对不能生育女性的嘲讽 这些话都像另刃般 刺着亚绩的心 聚会回家 亚绩躇已久 终于对父母坦白 最近的热门话题 孕妇慧珊的孩子就是他的 还没等父母做出反应 亚绩就强硬地表示 如果父母不接受这件事 他就会永远留在东京生活 绝不回到家乡 成为别人口中丢人现眼的人 夜晚亚绩回到东京 他给慧珊打出电话 为上一次争吵道歉 不论发生什么 他都会好好抚养这个孩子 与亚绩告别 慧珊刚要回家时 一个陌生男人却找上门 他告诉慧珊自己是他的父亲 也是他的母亲 对于这个突然冒出了爸爸 慧珊显得疑虑虫虫 因为妈妈告诉他的事 在慧珊出生不久 爸爸就过世了 慧珊正和亚绩一起 把爸爸先带回家 再通知母亲 母亲很快就赶了过来 刚见面就给了爸爸一击抱锤 痛斥他当年刚生下孩子 就丢下自己和慧珊离开 好不容易安抚了母亲 夜晚慧珊在收拾父亲换洗的衣裤时 发现一张自己出生时的照片 照片上爸爸躺在病床上 抱着还是婴儿的慧珊 和妈妈一起笑得十分幸福 直到爸爸走出浴室 慧珊看着他肚子上剖腹缠的痕迹 终于相信自己也是孕夫所生的孩子 爸爸看着慧珊的杂志 感叹如今的社会变了 当年他怀着孕 每天都像过街老鼠般狼狈 想方设法地遮掩大肚 说完爸爸拥抱着慧珊 多到这一步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 你要忍受许多孤独 听到这句话 慧珊终于哭了出来 也愿意留下爸爸和自己住在一起 但很快 爸爸的奸诈嘴脸就暴露无遗 第二天 他就交给慧珊一份商业计划书 想利用他的话题度 研发孕夫专用的商品 同时 爸爸对于亚绩的态度十分恶劣 自理行间都透露着不屑 亚绩感到不被尊重 愤怒地离开慧珊家中 还让他做出决定是要和爸爸一起养育孩子 还是和自己一起 对于爸爸的商业计划 慧珊也询问过妈妈的意见 妈妈让他千万不要和父亲合作 他不是一个负责的人 当年生下慧珊之后 他是孕夫的事传了出去 遭到许多人的嘲笑 最终爸爸无法忍受这些异样的眼光 逃离了家中 从此他就开始堕落 赌博 还回家向妈妈要过几次钱 可听完这些 慧珊依然不觉得爸爸会坑害自己 但回头 慧珊就发现 爸爸瞒着自己约出其他孕夫 怂恿他们进行商业投资 果然第二天 新闻就爆出 慧珊爸爸涉嫌诈骗的消息 他利用慧珊的名字 卷走了许多投资款 爸爸犯下的罪过 全都要慧珊去买单 丑闻爆出之后 他的形象也不在正面 人们对着他的孕照 感受更多的也成了恶心 记者聚集在慧珊家楼下 让他不敢轻易出门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大叔给慧珊打来电话关心 愿意给他送来母乳店等日常用品 妈妈和亚继得知这件事后 也匆匆赶到慧珊家中 妈妈十分后悔 没有强势一些拦着慧珊 让父亲坑害了他 但慧珊并没有就这样远离爸爸 反而想找到他 两人好好谈一谈 亚继出于关心 害怕他接近爸爸会再次受伤 但慧珊虽告诉他 这是自己必须解决的家事 况且生孩子的人又不是亚继 他不会理解自己的想法 这句话让妈妈的心中也不好受 因为当年爸爸也曾对他说过这句话 可是一个孕夫家庭 受到伤害的人不仅仅只有他自己 今晚妈妈留下亚继陪自己喝酒 说起养育慧珊长大的往事 刘鱼并不是自己生下的慧珊 所以妈妈更加想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 独自养大慧珊的过程中 他的辛苦也是爸爸根本无法体会的 慧珊找到了爸爸 他和一群流浪大叔混在一起 看见慧珊找上门来 爸爸配合地拿出筹款还给他 也许他并不是个恶人 只是习惯地逃避 他希望慧珊能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要沦落地像自己这样 天亮时分 慧珊回到家中 发现亚继还没有离开 亚继也思考了一夜 原来最近他获得了 一个去新加坡的工作机会 亚继不想放弃 他想坚持自己的理想 用这种方式让孩子为自己感到骄傲 文言慧珊正好表示理解 由于爸爸捅出丑闻 公司高层为了挽回损失 安排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让慧珊做出道歉和说明 期间记者们提出各种尖锐的问题 甚至把他安上了孕夫的标签 对此 慧珊的反应激烈 人生不可能总会在准备中进行 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到来的意外 成为孕夫也曾令他感到恐惧和厌恶 但怀孕期间 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之后 慧珊领悟道 不管遇到什么 只要心存感激 就能努力活好每一天 说完这些话 慧珊就匆匆离开发布会 就在这时他感到一阵腹痛 慧珊即将要生产了 慧珊被送去了医院 记者们也跟到了医院门口蹲守 他的生产也成了一件观众瞩目的事 亚继在机场的电视上 看见慧珊的情况 立刻赶了回来 慧珊父母也来到医院 在产房外静静地等待着 直到这时 慧珊父亲才为自己的逃跑 向妻子道歉 压继很快也赶了过来 不一会儿 护士出来宣布慧珊已经顺利生下婴儿 父子平安 随后三人来到病房探望 爸爸拿出手机 想为慧珊父子和压继拍摄一张全家福 这一刻爸爸的眼前有些恍惚 记起了多年前 他也曾是这样抱着辛苦生下的孩子 与妻子合影 无论孕妇的过程有多辛苦 但不可否认 这一刻的幸福足以盖过那些苦痛 出院之后 亚继延迟了新加坡之行 和慧珊一起留在家中照看孩子 但两个新手父母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慧珊毕竟幸运 由孕夫杀龙的朋友传授经验 但亚继忙于工作的事已经焦头烂额 在他独自带孩子时 只好把孩子交给有经验的朋友 他则在一旁忙工作 这天慧珊妈妈碰出一天帮他们照顾孩子 慧珊和亚继才享受了难得的清闲 席间亚继提出 或许他应该拒绝新加坡的工作 留下来和慧珊一起分担 但慧珊没有答应 每个人的人生都很珍贵 没有人必须要做出牺牲 正如亚继一直坚持的 他要做自己成为让孩子骄傲的母亲 更不能在这时候放弃 同样的慧珊也是一样 他准备享受完合理的生育假期后 再辞职专心经营孕夫沙龙 生活就是不断地解决接二连三的困难 一旦克服过去 整个人生都会变得不同 不仅能改变自己还能改变其他人 某天慧珊在列车上 看见一个高中女生为孕夫让座 女孩的画中充满着关心 卫珊看着这幅和谐的画面 心为一笑 本就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忘记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子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